我確認一下今天打高端疫苗 台北榮總23號開放5000劑高端疫苗 周日一早不少民眾趕來接種 因為過年期間疫苗接種暫停 但病毒可沒放假 因為要回家過年 因為最近疫情蠻嚴重的感覺 對 然後想說之前上次打好像很久以前了 想說再補充追加一劑增加保護力 絕對過年剩一週民眾擔心把病毒帶回家 年前敢打第三劑 有專家說追加的第三劑不用等兩週 只要七天就會有保護力 假如說在一次疫苗接種的時候 它很快就被活化 所以一般來講正常一個禮拜 它的抗力已經可以達到甚至到八九成 反正就是趕快打疫苗 但本土疫情延燒未滿12歲孩童怎麼防疫 台大公衛教授張長泉就呼籲 應該要加速評估及決策 5到11歲的兒童 它主要就是如果得到新冠病毒感染的話 很少出現重症 所以而且疫苗的研究都是以兒童為最後才開始做研究 所以目前我們主要的那個困難是 我們國內還沒有能夠緊急授權 本土疫情擴大已經至少有八條傳播鏈 要清零還是與病毒共存 前機關局長蘇宇仁這樣看 你不是感染在前就是感染在後 那如果說我們現在以清零為目標 我們感染就會感染在後 就一直認為說這個是少到颱風味 蘇宇仁表示2月到3月初疫情有可能回穩 但黃立民認為若沒控制好可能會再延燒三到四個月 但如果想跟病毒共存有三項條件 那就是提升第三劑疫苗覆蓋率 必要時備好口服藥物 等過完年入境人數下降 才有可能安心解封 TVBS訊息國恆林立台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